上面都是火了 烟了 你如果用爬着 你吸不到空气了 你要蹲着 因为刚刚好你蹲的那个高度 新鲜空气就在那里 这样你就可以继续有氧气供应 可以慢慢的离开 下面一个 When you are out of the building 要时间的复制止去 当你已经out of已经离开了 你已经脱离了这个建筑物了 Stay out 你就留在外面 不要又再跑进去 知道没有 当你已经离开了这个building 建筑物叫Stay out 还是一样保留在外面 Man and dead 很多的死亡的人 Look now 他现在可能还活着 很多死者呢 Look now 现在可能还存活着 如果他们没有回去拿东西的话 那这些人原本 现在都还可以存活的 但是现在已经死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逃出了建筑物之后 没有留在外面 他们反而又回去 拿东西 就这样子 一句就不复返了 就死在里面了 所以这是一个假设法 那这个假设法难 是难在 前面这一句 他用什么 他用 现在相反 以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 因为有now 以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 我们假设法动词要用 什么 过去是 所以他用过去是的助动词 whoop 后面再加原型动词 好 这个部分 是以现在事实相反 那if 那if后面呢 是以过去事实相反 因为英文的假设法 以现在事实相反 动词要用过去是 以过去事实相反 动词要用过去完成是 你看这边是不是用过去完成是啊 对不对 没错 好 就是讲说 如果那些人当时没有尝试 没有企图 回去拿东西 return for something return for 就回去建筑物里面 for 拿一些东西的话 那些人 现在就应该还活着 这个意思很清楚了 两句 这一边用现在事实相反 这一边用过去事实相反 再来最后一个 when 一样表时间的复识词句 when you get out 当你已经get out 已经出来了 move far from 你要移动 far from是远离 the door 远离门口 你已经出来了 快点 离门口远一点 英文就叫move far from the door 发疯就远离的意思 这是很棒的一个片语 快点离开 move就离开 远离这个门 为什么 如此 表末地的 如此 others can get out 那别人 就可以出来了 你不如说出来了 你还站在门口 挡住人家出来 这个不行 就快点离开 远离 让这个门 出口 让人家可以逃出来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好 这些都是作者提供的建议 在你恐慌的事情发生之后 如何保护自己 ok 内容就介绍完了 下去就是两个语法 这个第一个是 if的介绍 我们来看if的介绍 前面如果是过去 有没有 这边是过去完成 这就讲过去相反 那would you know 就是现在相反 这是完全看内容 看内容 他说啊 例子来 if you had studied hard last month 上个月 如果你有努力读书 这是假设法 配合if 假设法 上个月 如果你努力读书 you would pass the exam now 你现在就通过考试啦 这是假想的情况 那真正的情况是 你上个月就没有努力读书嘛 所以你现在就没有通过考试嘛 就这样 这就是 这个 目前的情况 目前的事实 来 再看第二个 if you had taken my advice before 之前 你如果接受我的劝告 我的中顾 你现在 就是当监理啦 对不对 你现在就身为监理啦 你现在有没有生监理 没有啊 为什么 你以前就没有接受我的劝告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假想 哎呀 如果你以前听我的话 你现在就生监理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你不听我的劝告 现在监理的 这个位置飞走了 好 这个就是 假设法的一个情境 一定会配合一副 好 八成以上都会配合一副 那一副 如果是配别的呢 它也不见得就是假设法 它会用在条件区 所以if跟when 后面常常会用现在是 那后面是用未来是 那就是表条件 用现在是代替未来是 后面用未来是 或者是用起始句 我们来看 例子 If soon comes to visit me 如果书来拜访我的话 请你告诉他 这个稍等一会儿 wait for a while 就稍等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 要wait for a while 所以这个就是条件 表条件就是很有可能 假设就是不可能 好 完全跟过去事实相反 不可能 这个是很有可能 如果书来拜访我 来找我的 好 用现在是 表示条件 表条件就是很可能发生 那看第二个例子 If the storm hit our city 如果这个暴风雨 侵袭我们的城市 We are going to take a day off 我们就将要 take a day off 放一天假 take a day off 就是放假一天 好 因为台风等等 因为地震等等 放假一天 那个用take a day off 不能用have a 什么啊 One day 后面又要加一个什么 Holiday 不可以 不可以用Holiday Holiday是国定假日 那种才用的 那平常因为意外而发生的 台风来了 啊 这个 这个是不用上班 那就take a day off 好吧 那这个 用现在是 条件句就表示 可能性很高 可能台风就在侵袭了 快要来了 OK 这个就是 因为不乱第二段 全部的内容分析 讲解完毕